他就说内银股中长线的投资策略 应该怎样部署呢? 先回答他手上有货的 他就有中行3988 但他说现水平在虚待大约10%左右 应该怎样做呢? 嗯,看我大约10%的话 大概就是说起码两个白楼上 我又觉得这样 其实刚才也说过内银股的前景分析 其实他不会给你太大惊喜 基本上你认为马洛人股也是想收息 但也说过了,牌息也有牌牌 他一年牌節息,其实那个牌牌也未收到息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看看你自己的资金需求如何 我建议你不如看他会不会有些趁热息出作之后 OK,也算加到功课 可能未来上回贴近去 起码不要贪心,两个七半 就是说是20天线流上 上回去,你不如试一试 如果你有等钱势就可以自一自舍了 因为其实你真的要去回一成的升幅 暂时看不到在未来一个月会做到这个情况 所以如果你说是等钱势的 那你不如就尝试在两个七半以上 资两个八这些五仙之间 尝试就估计了 OK,都等的可以等得到的 我觉得如果你可以等得到的话 就另一回事了 基本上你想等的话 因为浪人股的股价来说 是,它有五个升幅 但是可以告诉你,跌幅也不太夸张 但是,你看到图里拉长一点 其实你看到过去两季 其实呢 由两个八到两个九 不停地徘徊 到现在最新的阶梯 在两个七到两个八 徘徊 其实都可以看到 可以说是一级低于一级的 所以你说,就算你中长性部署 我觉得暂时,即使你不等仙实话 我都建议不要放这么久 因为你把钱放在这里 其实你未有息收的话 其实都是在亏了一个成本 时间成本 所以我觉得 都是那句 如果你不太紧张的话 在两个七半先沽一沽 或者先减一点